那我们刚刚已经把CVD电浆制成的优点介绍过了 那课总后面就一个一个的拆解 那是不是介绍好了 那我们再浏览一下课的调解出来 首先 电浆的什么好处 所谓的CVD叫做化学奇想成绩 那说出来它就是 它就是利用在电浆制成里面的CVD 它就是利用什么呢 自由基反应 变成薄膜 那它会在叫D的温度下 得到比较高的成绩速率 因为成绩速率取决于你的化学反应的速度 而自由基的反应速度会比较快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今天我要形成SR2 我单靠CVD跟O2的话 我要在900度C以上产生 或者是如果只是单纯的 用通甲板跟通N2O 要产生SR2 基本上也要在700-800度左右 可是如果使用电浆的话 CVD只要300度以下 就可以摆了 我甚至看过 旗开里面是有人用150度来升级的 不过一般就是用300度 所以通常能在掉地流温度 在300度以下 升级摩摩 第二 电浆产生所造成的离子冲击 可以用来通知摩摩的一定 刚才有介绍过 因为摩摩在生成的时候呢 它同时也会轰大 如果你的密度比较细松散的话 就容易被轰大掉 然后让它想办法再继续塞进去 填中进去 更多原子贴进去 第三个 如果你今天是用佛的话 它主要可以是10颗 那主要10颗什么材料呢 只要是跟Sleet有关的材料 大部分都可以被佛10颗 那它叫做清洗 为什么叫清洗呢 我们前面讲过 因为 电价可以产生浮墨的成绩 而 在半导体 实验当中 或者在电路制程当中呢 会使用CdV成绩的浮墨 主要是有两种 一个叫做 氧化系 又叫做氮化系 是一个阿船 跟斯蒂克 耐船 而在成绩的过程中 因为它使用自由基嘛 自由基本身不带电荷量 所以当你产生自由基之后呢 自由基就是伦等的 伦等的跑 所以 自由基伦等的跑 跑到氢圆表面 就在氢圆表面直接薄墨 跑到你的腔体的表面 就在腔体表面形成薄墨 跑到你的电极 就在你的电极形成薄墨 换言之 一般薄墨的成绩 是整个腔体 腔体壁 都会有薄墨的成绩 而你的薄墨成绩 如果在腔体壁 成绩很厚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剥落 就像你的刷油器啊 你刷越来越多成越来越多成 干掉之后 刷料干掉 刷了再干 刷了再干 然后最后就容易剥落 一剥落就会造成 怕头的污染 所以 当你的 电极的腔体都在薄墨成绩 成绩的薄墨 达到一定的厚度的时候呢 就需要把腔体的薄墨给 食喝掉 那这个步骤叫做清洗腔体 将腔体成绩的薄墨给清洗掉 就会使用佛的电极原理 使用佛的电极来产生清洗的服装 也就是将腔体壁 所沉积的裹膜给去除 那再来 高密度电极也具有优良的精细填控能力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 后面会再讲 所以你就会知道 电极的化学买液 主要是靠自由气 自由气可以在比较低的温度下 提高化学反应速度 进而增加成绩处理 那利用电极所产的气象成绩呢 称作为PECD Prasma Intense的 Capital Vapor Differential 里面写一下 PECD是电极在使用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宗的引擎 PECD是电极会的 PECD是电极为区域的 PECD是电极可以涉及的 PECD是电极的 PECD是电极能力 CDD,CDD,靠的是什麽呢,化学增强式的CDD,而我们前面有没有介绍过什么叫CDD,薄末的成绩你的,你的产生,你薄末的产生,薄末的形成,靠的是化学反应,这就是这个C,为什麽叫做chemical? 因为你是靠化学反应来形成的薄末,而你要形成化学反应的原材料,是气体,所以就是vapor,所以这称之为CDD,你薄末的形成靠的是原材料,而且是气体的原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薄末的成绩就叫做CDD。 看下去吧,所以CDD指的是什麽? 好,利用气体的原材料,利用气体的原材料,经由化学反应,形成薄末,成绩,形成薄末,写中了好嘞,形成薄末, 这个制成就叫做CDD。 那所谓的化学,电浆增强是代表什麽呢? 代表我的化学反应靠的是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就是这种增强化学反应的东西。 所以利用自由基,自由基是怎麽来? 产生电浆的时候,利用自由基来增强化学反应。 那这种活过程就叫做PECD。 利用电浆里面的自由基来增强CVD当中的化学反应。 而且原材料也是气体,因为我们是听气体去打电浆嘛。 电浆就是这种重性气体分子嘛。 代等效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离子化气体,叫电浆嘛。 等量正电荷与负电荷的中性离子气体。 这就叫PECD。 好,所以PECD的电浆,最经典的就是阿海的成绩。 要成绩SRIO2,我的气体会通什么呢? 细弯SILEN SRIH4。 那它经由电子碰撞会产生SRIH2加上2H加上1。 SRIH2就是这个自由基。 那电子也会去碰撞N2O。 一氧化二氮,或者叫酵气。 变成N2加O加有O的自由基,有SRIH2的自由基。 SRIH2的自由基和O的自由基会产生SRIO2, 并且产生氫气的微发气体。 氫或OH气体的微发气体出来。 然后这SRIH2就会在脖子表面产生。 那当然,你可以用N2O,你也可以用O2O。 只是绝大部分有N2O。 因为用O2O的话,化学反应太快。 很容易在空气中就产生SRIH2的particle。 因为我的脖子是希望怎样? 我是希望我们自由基。 自由基,我不希望它在空中就反应。 我希望自由基是跑到晶圆表面后, 再让它们彼此遇到产生固态流磨。 这是我们要的。 我们不希望它在空气中就产生化学反应。 一样。 所以我们说它会适用SRIH2加N2O。 那一般在基体电路制造技术中, 后段制程因为这种金属而成。 半导比的后段制程会有使用很多的金属层来做原件之间的金属连接线。 而金属早期最早期使用金属是什么? 铝。 很早很早的结果是铝。 但是铝呢在五百多度左右五百五十度就会融化。 或者是到现在所使用的钛。 或者是细化钛。 金属细化钛。 金属细化钛。 金属细化钛会温度很明改。 一旦温度太高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晶。 不同的金像电子质会不同。 所以呢为了半导比制程金属化的稳定性。 我们希望只要有金属出现之后的制程。 温度都不要超过四百六十度。 早期都是压两百度以下。 现在都要求更迪最好在四百六四百五十度以下。 所以整个金属电路制造技术当中。 金属出现金属之后的制程。 叫做后段制程。 代表这个电路已经做到后段晚上的金属连接线。 原件制造过制造团。 你使用金属来做连接线。 在出现金属之前。 我们就称之为前段制程。 所以整个金属电路制造金属当中呢。 我们可以借由金属的这个部分呢。 可以切分。 在金属化之前都前段制程。 金属化之后叫做后段制程。 而在后段制程呢。 原件配派长到金属的电阻值。 都希望使用低温的半导比制程。 所以在后段制程当中。 所有绝联体的磨墨成基底。 大部分都会使用电于PECB。 电浆增强式的化学系统成绩。 就会这样的。 所以因为温度这么低。 如果你不使用电架。 纯粹只靠着力量和气体。 要产生化学的反应。 你的温度就要很高。 不然就是怎样呢。 反应速度太慢太慢太慢。 所以必须要用电架。 那它用这种制程。 一定会使用大量的PECB。 就是什么呢。 电脑的面板。 大家要看电脑萤幕。 电脑萤幕。 大家都知道。 电脑萤幕上面所有的电路。 所有的像素、画素。 都是做在玻璃基板上面。 玻璃基板本身。 当然你要买很贵的玻璃基板才会卖高温。 一般大家都要求在600度C下支撑温度。 所以上面所有的博博。 基本上都是使用PECB在做。 所以PECB对于光电产业的博博成绩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比较。 如果要同样成绩的SR和博火。 我可以使用低压。 使用热。 但是气压要低的。 低压到的气量成绩。 我也可以使用电脑萤幕增强制的化学气量成绩。 你会发现到什么呢。 这两个相比。 LVCB基本上是博管制程。 PCB电量是单的制程。 LVCB是PEA的博管制程。 PCB一般都是单的制程。 然后呢。 如果你同样都是使用400度C的话。 都是使用400度C在同样的气压之下的话。 LVCB每分钟只能度100到200M2的厚度。 但是PCB每分钟可以高达8000充上。 速度差距。 速度差距。 速度差地的ction。 但是呢。 W academic dayCB doin umafix。 pcd 是快可以高达8000充上。 pcd 是比较容易无论。 好。 再来。 前面讲到。 pcd 是? pcd 的 lxt终 neco 성pd可以全部iver dressikeell 一個伯墨玉力剛才已經介紹過 因為你伯墨在沉積的時候可能很鬆散 你藉由磷子紅劑去壓它去撞它 不要太強烈 太強烈的磷子紅劑會變成10顆了 因為你撞得太強烈就把它撞掉了 它就是10顆嘛 你撞的時候不要太強烈 只是把它撞進去 撞到進去 反而就可以讓力度變成比較緊實 伯墨會越來越緊實 就像你拿一個麵包有沒有 如果今天你去買一個波羅麵包 大家都知道波羅麵包 然後麵度壓就馬上就變掉了 那你如果拿一堆的波羅麵包 它的密度可以跟麵團一樣很紮實 就這樣子 太習俗的東西就努力 起壓就馬上起壓下去 那密度越強的密度越高的 越緊實的就不容易被壓 所以適量的磷子紅劑就是用來壓這個粉膜 那這波羅麵的密度更致命 博羅麵的密度更致命呢 一加了膨脹就會比較大 然後縮縮的時候會縮縮比較多 因為原子力度高嘛 它要炸起來的時候可以漲很大 縮的時候可以縮很緊 所以它的硬力會很強 它的博羅麵力會很強 那所以就要控制這個離子紅劑 而離子紅劑要怎麼控制 就是用R&POWER控制 R&POWER來控制 但是在R&POWER呢 它沒有辦法不利的控制能量 它兩個都會改變 所以要小心 要小心 你離子紅劑夠變強的 那就不是在控制不摩 叫它垂背 垂得太大力了就叫做歐打 歐打跟垂背有力道的差別 不要小心 那白衣室的進化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說你的槍體周圍 有很多R3跟NITRA 有很多的矽氧貌路跟矽氧貌路 你要去除這些槍體裡面的破破的話 靠的就是POWER 那一般用的氣質是斜破 斜破是半導體廠裡面 高級電路製造技術裡面 用來清除清洗槍體的最主要的化學物 大家知道佛本身的腐蝕性很高 佛是微型氣體的 要小心 裝有佛的管路到特別的小心 佛的腐蝕性很高 更不要講佛打成電漿之後 佛的自由基兇狠 非常兇 非常兇 所以它會吃事有關的 羊胖物或蛋紅都可以吃喝 都可以變成氣 都可以變成氣 那什麼地方還沒看到佛呢 基本上是乌 乌的成績 等於人才要用的是六佛化乌 WF6 它成績的時候就會產生佛的 負長出來 它成績乌 那這時候就要小心 如果你使用佛的話 乌也會被10顆掉 乌也會被10顆掉 它不只是10顆結圓層 它有部分金屬也會塌上 有些金屬會塌上 有些金屬會塌上 有些金屬跟佛的反應 不是氣體會是不同 比如說鋁 如果各位未來有在屋城市做事 你會發現到鋁 金屬如果一旦破到佛 比如說BOE BUFFERR3HF 或是HF 它會變成白色的佛化乌 而佛化乌是絕人體 是絕人體 它馬上就從金屬變成 不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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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就可以透過什麼呢 發光特性來判斷10顆中心 比如說 我前面講過 我的槍體如果 摳停一層很厚的SRV 我在清洗的過程中 我在通佛電降的時候 我就會產生很多的 錫跟一樣的 副產物 跑到電降氣體裡面 我就可以看到 跟錫有關的 那叫什麼 波產出來 發光源的頻率出來 那一旦 突然這這道系的訊號沒有了 那就代表什麼呢 你槍體的 跟系有關的 我們已經被10顆掛了 你在10顆下去 就傷到你的槍體了 就傷害到你的槍體了 所以這個10顆中指指標 過度都會上台 尖系舔空呢 尖系舔空是為什麼 它其實用到什麼呢 高密度電降面的力氣風機 它的原理是什麼 很簡單 它是這樣 什麼叫做尖系舔空呢 尖系舔空就是說 今天假設有一個凹槽 長這樣 而我今天我要 成績 裹墨進來 今天我要成績裹墨進來 但是會是這麼順的 這麼平滑的成績嗎 不會 因為你的成績裹墨進來 代表什麼呢 原材料是氣態的 原材料是氣態的 那它就是可能是怎樣呢 從四面八方會來 原材料怎麼四面八方都會來 每一點所看到的原材料 它收起來的原材料 是四面八方來 所以呢 它突破成績的厚度 會跟它的什麼呢 跟它的原材料的 道大角度有關 前面講過什麼叫道大角度 比如說這個點 它可以接收材料的方向 從零度到一百八十度方向的材料 它都可以收集 所以這個點 它的原材料的道大角度叫一百八十度 而這個點呢 原材料收集的角度 是兩百七十度 原材料兩百七十度 那這裡呢 原材料當然只有什麼呢 只有九十度 所以呢 道大角度越大的 它材料來的會比較多 它就會比較厚 所以最後沉積起來是怎樣呢 這裡會突出來 然後這裡會熬下去 因為這裡道大角度 所以這裡會比較暴 這裡會突出來 這樣子 就可能會造成什麼呢 這個腳突出來 這個腳也突出來 一直突一突一突 到最後怎樣呢 底下還沒有沉積進去 上面的沉穩就被封住了 那就會造成什麼呢 這裡有空隙 摸一個在這邊 那就不好了 我希望東西舔進去 但舔不進去 因為這裡的道大角度太大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這裡不要舔 我都真的會封住了 我要怎麼再去舔它 想辦法把這裡給撬掉 再撬開來 怎麼撬開來 離子轟擊 高能的離子轟擊 高能的離子轟擊就會這樣呢 剛剛講過 既然道大角度大 那就會造成什麼呢 比如說 這樣子 它可能這樣呢 這裡比較厚 這樣子 這裡也比較厚 這樣子 是很容易就突出來 而這時候有離子轟擊 轟擊 有突出來的部分 它轟擊的力量就會比較強 教練在捶東西嘛 平的東西 捶的時候 既然突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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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轟擊它比較脆弱 它比較容易被打掉 它容易被打掉 因為它下面沒有轟擊 下面是全空的嘛 所以在轟擊的時候 這裡的材料就可能被轟擊掉 所以呢 你可以加強離子轟擊的力道 這個離子轟擊是用來十顆 是十顆 不是只是什麼增強力度 我就是毆打它了 我不是給它用鋪而已 不是全備 我直接毆打 我在伯木邊成績 就邊偷打 你突出來就打掉 你再突出來再打掉 它就是邊成績邊紅打 如果你想過嗎 你在成績 變這樣的過程 在伯木成績的時候 同時也有所謂的離子轟擊嘛 而我的離子轟擊強一點 越強 你會發現到突出來的地方 它被打的程度就越強 所以它最後就可以這樣了 它最後形成復活就是 這裡有被打消下去 你一突出來我就把你打消下去 所以伯木就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就慢慢的填進來 角度就是這樣 斜斜斜斜斜斜斜進來 這樣子 所以反而是怎樣呢 反而是平坦的地區 它突出來就被消掉 所以被消掉被消掉 所以最後伯木成績起來 就長這個樣子 凹槽的地方反而是凹陷下去的 然後平坦的地方反而是 先突起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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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在HDBCVD為什麼會出現的 為什麼叫HDBCVD 第一個 高密度產生離子轟擊會比較強 越高密度 前面講過嗎 密度越高 你的撬手電位差就會越大 第二個 因為你用到10核了 我們前面講過 在2月10核的反應槍裡面 氣壓會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氣壓它才可以拉什麼呢 被10核出來的材料 趕快被抽走 被真空幫你給抽走 不要能看到後續的10核 可是氣壓越低 前面講過 氣壓越低就越不容易形成電降化 知道靠什麼 磁場 所以一旦使用了磁場 這個電降就叫做 高密度電降 實際上它的密度很高 其實密度很低 因為電壓很 因為氣壓太低了 只在這個氣壓 接下來才能夠產生這樣的 這樣的程度的電降 磁場就起來了 所以就稱作為 HDDCVD 高密度的電降 high density of plasma 然後化學氣象成績 high density of plasma 好 這就是來顯示 間隙掩控 用HDDCVD來掩控間隙 好 那 電降10顆來了 電降用來做10顆呢 在我剛剛舉個例子當中 電降用來10顆 靠的是什麼東西 有兩個 第一個是離子化當中的離子轟擊 離子轟擊是物理10顆 什麼叫物理10顆 就是直接把你敲掉 我不是跟你發生化學反應 我是利用碰撞的機制 把你原子給撞掉 這叫做物理10顆 那化學10顆是什麼 有經過化學反應 產生出來的化學10顆 所以整個電降當中 用來做10顆的 有兩個 第一個 離子化碰撞所產生的離子 離子會去轟擊 轟擊就是個物理10顆 第二個 是什麼呢 分解碰撞產生的自由基 而你的自由基跟不莫產生的化學反應 所形成的複長物 只要是氣 它就是離除過程 就像剛才的瘋 瘋瘋瘋瘋瘋 有方向性的 有方向性的 我的電子叫它往下 它就是往下揉 但我的10顆 就是以這個方向 為主去轟擊它 可是如果是使用自由基的話 自由基有沒有帶點熱量 沒有喔 AB分解成A跟分解成B 它是不帶點的 它也是中性的離子 所以呢 它不去方向性 它是四處去破散的 所以碰撞到它的反應就10顆了 所以它有點近似於用化學容易去10顆那種感覺 所以它就是沒有方向性的 它是等向性的 所以電降10顆 如果你使用的是離子空氣 你就具有非等向性10顆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自由基的這種化學10顆的話 那它就是等向性10顆 這後面會再像陸主導致會先講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好的非等向性 也就是你想持出很直的形狀 前面的黃光開出來方方的 10顆都你要很直的10顆下去 你主要要靠的是什麼 你要靠物理10顆能做到 純化學10顆是做不到的 純化學10顆是等向性的 它四面八方都會反應 所以一旦這是凹下去 它就會向色邊跟著反應 就會向色邊的10顆下去 最後就變成一個怎樣的 應該是直的就是它下面凹進去 那再來 該是10顆的好處是什麼呢 化學消耗量 因為它用氣體 它用氣體 它不是很容易 在溶解的時候 你大概那個 你還沒有浮上溶液保存 你就會換掉新的化學容易 因為化學容易 只要透久了 它的反應速度會改變 那一般大導力製成當中 化學容易呢 每用的一陣就會換掉 以免10顆速率已經離開過 所以它蠻浪費的 可是用氣體的話 就可以消耗量比較少 然後又可以達到 10顆率因為使用自由性 所以10顆輪廓的通知 靠著就是要物理攻擊 物理攻擊才可以做到好的10顆通知 越突出來的東西 表面積越大 10顆速率反而越快 所以呢 所利用的原材料是氣體的10顆 叫做幹式10顆 你的原材料是氣體的 就叫幹式10顆 你的10顆過的東西 使用的原材料是氣體的 原材料就叫幹式10顆 那幹式10顆當中呢 純物理10顆就是你這個東西 純化學10顆靠近自由性感應 而如果你要做出好的輪廓的話 物理10顆是必不可念的 純化學10顆絕對不好 純化學10顆沒有辦法做出好的表面來 那再來 因為10顆的過程中 10顆的過程中包含什麼呢 被10顆掉的東西要被移除掉 要被移除掉 材料 它負長要容易移除出來 你的氣壓叫 氣壓越高 空氣中力次數量越高 你產生反應之後 後面的原材料就進不去 因為裡面反應的負長 來不緊好出來的話 後面的原材料 就沒辦法再進去了 那它的反應 就會有什麼的loading 被負債效應就出來 這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離子轟擊 要透過什麼呢 比較低的壓力 因為你是10顆 你10顆的話 壓力要低 壓力要低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產生的負債物 容易有好處 第二個 氣壓力 平均自由路徑場 不容易發生故障 那離子次的平均自由路徑場的話 平均自由路徑場 可以見到離子的破壞 讓它的能量就會比較強 以及怎樣呢 我離子側到電場 是用力 我如果中間的發生 跟空氣離子發生故障 那我離子的轟擊的角度就會 彎掉 也就是說我氣壓 如果不夠低的話 我雖然給了電場 離子要往下 可是我只要空氣中 還有其他氣質分子 我就很容易發生故障 而偏折 偏折 那聽偏折之後呢 我要垂直吃 砍下去 不然就彎掉了 你的形狀就會比較差異 所以你形狀要越完美的話 你的氣壓就要越低 可以減少痛症所產生的散生 離子散生 它時刻的方向就會更可缺 那輪廓就會更好 所以為了要重時兼顧什麼呢 要重時兼顧方向性跟反應速度 這時候講的 純物理時刻的缺點是什麼 它的優點是它方向性很好 缺點是什麼 你只要靠歐打 把東西撞起出去 你的時刻效益就會有慢 因為你一定要把它轟到 把它轟掉的話 要還是知道能量很高 如果你能量沒有那麼高的話 你的速度就會很快 而使用自由基調好處是怎麼呢 我可以擺力很快 我化學擺力很強 但是缺點是沒有方向性 那要怎樣做 才可以自由方向性 又可以反應得很快 兩個結合 兩個同時結合 怎麼結合呢 我利用離子轟擊 把離子轟擊的材料 表面的化學艦一打斷 打斷了化學艦的活性就比較強 這時候重度自由期 有被打斷的艦艦比較容易反應 如果沒有被打斷的艦艦 它就比較不太反應的話 那它就可以增強什麼呢 被打斷的艦艦 就是被子轟擊到的部分 艦艦被打斷 而這隻艦艦 噗嚨在電降裡 變成自由基的時候 自由基就很容易 給大家產生化學反應 增加化學反應 增加化學反應的速度 純空極好方向性 但速度換 純自由基化學時刻 反應速度換 但是方向性差 所以結長無短 就發生出了這個 RI reacting the IMH 反應式不止時刻 它靠的是什麼呢 它靠的是 如果這裏有光阻 這裏有光阻 它靠的是什麼呢 加這裏有光阻 我用離子轟擊 我離子轟擊打來 把這裏打成很多的斷艦 打很多的斷艦 然後呢 自由基一來 就很容易跟斷艦反應 跟斷艦反應 跟斷艦反應 而反而側面的地方 如果沒有打成斷艦 自由基碰到它 還不見得會有機反應 但是只要跟斷艦一碰到 就要馬上反應 反而之 有斷艦的化學反應數據化 每一段間的化學反應數據 慢 不是不會 會 但是反應數據比較慢 所以就導致怎樣呢 自由被轟擊到的地方 會消耗的特別快 會被消耗的特別快 而且 因為離子風景有方向性 所以它反應數據快的方向 是由離子風景所決定的 它反應數據快的方向 所以它同時可以兼顧什麼呢 方向性跟化學反應數據 就是十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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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一部分呢 這一部分的RIE 在十顆的彰節會在仔細的介紹 十顆的彰節會直接有數量 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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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說 這特別張圖啊 就發現啊 它放在十顆的彰節 沒有放在電章的彰節 所以電章的彰節 要知道的基本場 是我們都已經介紹完了 它這樣子在內部細項之下 可是這些細項 不管在各個彰節 在十顆的彰節 或是摩摩成績的彰節 都會在比例特別拿出來講 好 那十顆重點 剛才講過 可以藉由複殘物的發動來判斷 這個恐怖被死磕完了 如果這個複殘物 如果說這個十顆的東西 完全被移除了 就沒有這個東西相關的複殘物的話 那你就測試不到 這個複殘物的頻率了 因為必須要電章裡面 還有這個複殘物 它才會發出複殘物所有的光源 而槍體又是在壓力量的一種 所以氣氧會一直被抽掉 會一直被抽掉 而反應氣氧會一直在空進來 所以每一次的發光 都是吸著氣氧進來 就是新的複殘物產生的 一旦你的複殘物 那你要十顆的複殘物 已經完全沒有了的話 那就是判斷十顆天了 那使用氣態的化學 一定要怎麼做比較少 你液體要來的少 好 那建築剛才已經介紹過了 什麼叫建築 建築就是 將你想要建築的材料的快材 稱之為花材 放在比較小面積的電極上面 讓你一直轟擊 通常是用多性器 用N2或者是用阿函克N2去轟擊它 轟擊它 把 把材料表面原子撞出來之後呢 讓它建設到 晶圓表面 然後吸附在晶圓表面 形成火墨的成績 這叫做建築 18個 所以18個主要是要靠電槳 電槳裡面的磁磁攻擊 那18個就產生了火墨的質量 較高 雜質較少 較無較冷電特性 因為這種成績呢 剛才講過 火墨成績既然有所謂的CDD 化學氣象成績 有化學必定有物理 所以火墨成績除了分為CDD 還有物理器量成績 叫做PVD 而PVD呢 這時候就直接來講 後面補貨成績會長到原先講 既然有CDD 那一定會有所謂的PVD Physical paper deposition 換言之代表什麼呢 有paper就剛剛打過 代表什麼 原材料的事情 只是怎樣呢 它靠的不是化學反應 它靠的是物理反應 物理機制 物理機制所產生的 那一般的PVD 主要可以分為幾種 第一個 Spark 漸入 第一個叫做漸入 Sparking 建築 就是將材料 避用物理轟擊 把材料給轟出來之後 建設到機能表面 這才變成 穿到機能表面之後 就變成 浮墨成績 這個就稱之為 物理氣象成績的一種 因為它不是使用化學反應 還有我說物理反應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什麼呢 蒸度 什麼叫蒸度 將你要布的活活的原材料給加熱 加熱到它變成蒸氣 變成蒸氣之後呢 它就會蒸氣會揮發上來 然後呢 你的晶圓呢 就放在 蒸度材料的上方 使得怎樣呢 把材料加熱之後 它揮發成氣 氣餅之後呢 會往上揮發之後呢 碰到晶圓表面了 欸 結果你沒有加熱 它馬上又在怎樣呢 分子就在這上面 在排列網 就形成不破 這叫做蒸度 而蒸度呢 主要有兩種 一種叫做 SERVAL COCKING SERVAL COCKING的原理 有點像是使用加熱線圈啊 就是說 將你的材料 放在一個承載乾鍋上面 然後這個乾鍋呢 用電流給它 電流經過金屬 就會產生熱 然後呢 這個熱 強到 強到什麼呢 比較材料會溶解 那就會揮發 所以 一種叫做SERVAL COCKING SERVAL COCKING SERVAL COCKING 熱震度 另外一個叫做 電子槍震度 E-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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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使用什麼 使用電子素加熱 因為電給它能量之後 它變成電子素 電子素 達到R材表面的時候呢 電子素的能量 它就會傳達給巴材 而這個能量就會轉換成熱 一樣都是熱 一種是什麼呢 直接將乾鍋加熱 材料放在乾鍋裡面 然後加熱那個金屬乾鍋 讓材料溶解 產生蒸氣 這叫做SERVAL COCKING 另外一種叫做電子槍 蒸度器是什麼呢 利用電子素打到 把材表面 把材表面被電子素撞到後 電子素的能量會轉成熱 這個傳達給巴材 它就會融解 會發出來 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單點式的架位 SERVAL COCKING 是整個乾鍋的架位 最多稱之為 物語氣象生氣 而其中跟電漿有關的就是漸入 所以你可以看到 電漿對浮墨而言 我可以讓它變成浮墨層級 CPV 也可以讓它用作10顆 我可以用自由基化學環境 跟固態薄墨 變成薄墨層級 也可以產生什麼呢 氣態化學複產物 就變成10顆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異呢 薄墨層級是 添加材料到精油表面 10顆是 將材料成精油表面移除到10顆 所以就是添加製成 這個是移除製成 這個很清楚 而如果是移除製成的話 壓力就比較低 因為壓力就能方便於 在移除的過程中 要移除的東西容易進出 容易離開 才能夠好好的食客 所以 成績跟移除呢 它的說實用的 槍體壓力 如果是移除的話 壓力就成績的 槍體壓力 它會來的低 因為槍體壓力 有助於什麼呢 第二 離子風擊 離子風擊會比較好 第二個 離子風擊比較好 第二個是什麼呢 你產生複產物的時候 這複產物容易跑出來 讓它可以盡快的離開 進入表面 可以容易出來 要趕快抽氣 趕快把它抽走 趕快把它引去 所以比較低的壓力 它可以有利於增加力的風擊 並且也有利於移除 複產物的速率 所以 成績跟 時刻 在變加的槍體壓力 最大的射水 有利的是壓力 第二個是什麼呢 大家講過 既然有變風擊嗎 電極的面積 就可以不對稱 所以 移除還有另外一個特色是什麼 電極的面積可能比較小 因為它要增加力的風擊 它的面積就比較小 增加自我電極 好 這邊 是講到電極的東西了 我們休息一下之後 再來講 電極的移植設計 它會有什麼樣子 什麼重要 我們直接休息一下 剩下最後一部分 講完 接下來下一關 是